AudioJungle 该法案尚未正式生效 但已有岛内媒体声称 这是台湾37年来的外交大突破 自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 美国对本国官员访问台湾一直有着诸多限制 但这种限制也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惯例不断被打破美台断交后 中美关系迅速发展 美国政府对高级官员访台事务高度谨慎 严守国务院的与台湾接触指引 严格限制国务院与国防部官员赴台层级 对非外交与军事事务官员访台 虽然没有明确规定 但也基本没受不超过部长及格言的红线 但随着冷战结束 美国重新将中国变为战略对手 官员访台红线不断被突破 1992年 时任美国销行企业署淳希尔成为台美断交后 首位访台的美方经贸部长级官员 之后美国每隔两年就会派遣部长级官员访台 期间陆续访台的官员 包括1994年的运输部长潘尼亚 1996年的中小企业署长雷德 1998年的能源部长理查森 该惯例一直维持到2000年 美运输部长是雷德访台 2002年 美国人并派遣能源部长阿布拉姆赴台 但因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 引发台美关系紧张 阿布拉姆赴台行 呈取消 此后美国不再派在任部长访台 甚至还一度禁止 副主理部长以上层级的经贸官员访台 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 台美关系逐渐回暖 美方随陆续派高级官员访台 包括能源部副部长伯纳曼 商务部助理部长库马尔 部贸易代表马伦提斯等 但一直被同意派部长及官员访台 直到2014年4月 美国环保署署长及纳麦卡锡 率团访问台湾 台当局称 这是14年来 第一次有美国政府阁员访问台湾 当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美国环保署长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赴台访问 都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 和美方在台湾问题上 向中方所作承诺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 并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根据惯例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和现役将领不得到台湾访问 2004年6月 媒体曾披露时任美国防长拉姆斯菲尔德办公室的 亚太事务主管约翰·艾伦少将将于7月访门台湾 渴望成为美台断交 20多年后首位正式放台的美军现役将领 但最终因大陆强烈抗议而告霸 2009年10月 台湾退部会主委透露 将邀请美国司兴上将 时任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安利克于2010年访台 岛内惊呼 美军上将级军官将首次访台 但最终也不了了之 美国去年通过国防授权法案 解除禁止现役将领访台的禁令 美国夏威夷州国民警 为对副司令 现役准将肯尼斯 2017年8月 以夏威夷州民房厅副厅长身份访台 救人到救援与军人救灾等事项进行交流 岛内资深媒体人孙兰 1月10日 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基于中美关系的维护 考虑到中国大陆的感受 美国政府也不敢在官员访台方面太过暴冲 派出的访台官员 大多来自非实权部门 以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 而且美国也始终未允许台湾的政府总统 行政院长外长房长等访问华盛顿 卸任高官借此走学捞钱 与美国在任官员半折半眼的访台经历相比 美国卸任官员及国会议员访问台湾 更为高调台湾中央社报道称 美国前总统福特卡特老布什及克林顿卸任后都曾访台 去年还有立委建议邀请奥巴马访台 不过 历任美国卸任总统访台 无一不带着吸金重任 2005年2月 克林顿应台湾民主基金会邀请旋风市访问台湾 民进党当局为克林顿支付了800万元新台币的天价演奖费 去年8月 美国前副总统谢尼访台 也曾被讽为走学捞钱 而美国会议员也不慌多让 华盛顿邮报2013年披露 从2006年到2011年 台当局以文化交流的名义邀请议员和资深助理 访问多达106次 在最爱邀访美国议员的国家和地区中排第二 台湾新新闻 2010年报道说 台当局对美方正要访台 历来是千功有加 除了好吃好喝招待 临走往往还不忘以各种名目 赛上一笔访台费 而在此过程中 台湾获得的只是几句不着边际的以美获力挺之词 失去的则是民众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 台湾当局口头爽一爽 对于台当局在邀请美国官员访台方面的努力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 1月10日 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所谓的外交突破 其实是台湾执政者口头爽一爽 对于美国官员访问台湾 台湾只有邀请权 完全没有主导权 因此 打台湾 骂台湾 都没有用 大陆应该把炮火对准美国 一切全力操纵在美国总统手里 美国想以此作为制衡中国的一个手段 两岸关系好的时候 大陆对美国官员访台 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两岸关系不好 这种事情就比较敏感而严重了 上海台湾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尼永杰 10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美国跟台湾断交后 两者关系只能是民间性质的 非官方关系 不能搞实质性官方关系 不能突破中美关系的大框架 否则就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想通过对美关系的发展 来坐视自己的主权国家身份 这将严重破坏两岸关系 道内资深媒体人孙兰表示 露营欢天喜地地以为这离台独目标更近一步 却不知 到这是在玩火 台湾固然在美国国会有一定的游说能力 但无法改变 美国不支持台独 国际社会唾弃台独的事实 这些试图 玩火的行为 带给台湾的可能是比地动山摇还可怕的危险 环球时报驻台北特约记者肖诗言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李俊峰 环球时报记者必放